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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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家好 我是Toto 我现在来到万华的大魏王烧烤火锅这里了 它这一间 我觉得应该在场的各位 都有耳闻过了吧 它这一间它是在台北 我觉得目前剩下来最便宜的一家吃到饱了吧 如果还有别家的话 请留言告诉我 刚刚我大概有看了一下环境 它这环境很像我小时候很流行的198吃到饱 从当初的168198到218只到消失 可是没有想到我现在都已经进入中年了 人在有生之年还可以看到这种风格的店 我觉得一定要吃吃看好不好 那各位啊 我们来一起去吃吃看大魏王这家餐厅 它表现会是如何吧 Let's go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现在已经在店内了啦 是说我一进来就闻到说店内飘着满满的奶油香耶 这味道好怀念喔 我还记得我以前在台中的时候 我有吃过一家叫做八六火烤的烧烤店 它那时候你进去店内的味道就是跟这边一模一样 这真的是年轻的回忆耶 那今天用餐方式 如果你是一个人来可以选择烧烤或是火锅的方式 一个人只要250 可是如果你两个都要的话就要300元啦 但是刚店家有说啦 如果你今天是两个人来的话 它就不用加钱 你就可以同时吃到烧烤还有火锅啦 那等一下我们就去拿点东西来吃吧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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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小看来我就知道 这个本当是一家 ya 这些还是一家的头 很多人都可以这样就去拿点东西来尝评 我就去拿点东西来吃吧 再吃一家 就成功一下 小看来 吧 中文字幕 李宗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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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李宗盛 中文字幕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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李宗盛 李宗盛 中文字幕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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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李宗盛